荒原地檢處在偵辦太魯閣號事故 檢方證實經過DNA比對 把離難者下修為49人 包含外籍人士在內 全數核發的香驗屍體證明書 也把遺體交由家屬來領回 而檢方也對於偵訊李逸祥等人的說辭 來進行交叉比對 不排除還有進一步的偵查作為 協助受傷的乘客 趕緊離開列車車廂 送一急救 台鐵太魯閣號事故 發生的當下 救援時間緊迫 而花連線警局的王祝光 是第一位趕赴現場救援的員警 由於當天是清明年假 原本懸視交通狀況的他 接獲事故消息 二話不說 立即趕赴現場 抱著能救一個算一個的使命感 協助受困乘客的脫困 進入車廂內救援 能走的受傷的 不能走的傷者 均主義引導輔助 並且小心有車廂內 將傷者 帶我安全處交由 港湖現場的醫療人員處理 除了警消辛苦救援 花連地檢署 則是記憶偵辦全案 由於事故發生後 怪手停放在轉彎下坡處的畫面曝光 顯示李一翔疑似操作怪手 想移動卡在速從的工程車 沒想到工程車卻掉下邊波亮貨 檢方將依據先前徵訊李一翔等人的說詞 交叉比對 釐清前因後果 而檢方也證實 經過DNA比對 罹難者為49人 全數核發相驗 屍體證明書 遺體交由家屬領回 而為了解決花東民眾的反加難題 台鐵局表示 新採購600輛EMU3000型乘機列車 6月後將陸續到位 將採用每列車 12截車廂的大邊組 優先投入東部幹線的營運 預計整體運能將大幅增加四成以上 解決花東一票籃球的問題 記者陳嘉欣 陳昌偉 溫家凱 綜合報導